字幕组 李宗盛 字幕组 李宗盛 字幕组 李宗盛 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洗床的刀具认识篇 那这边询问各位你知道洗床是什么样的一个加工机吗 如果你还对洗床不了解你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说明 那边会放上一些相关的学习单友可以去做一些认识 那如果你对于洗床加工或是洗床是怎么样的加工机还不了解的话 我们先来看一段动画来复习啰 好 好 好 嘞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看完动画之后我们大概知道说 洗床呢它是属于刀具做旋转 弓箭不旋转 所以呢它跟车床呢两者是相反的 所以我们是运用旋转的刀具来做弓箭的加工 那这边我们要怎么认识洗刀洗床 以及它的刀具之类的加工方式呢 我们就去看下去了 首先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洗床运用到什么刀具 那这边呢我们在刀具夹齿呢 就会运用到洗床上面的三爪夹头 那一般我们的刀具呢大多是长柄型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三爪夹头去夹齿它 但部分有一些洗刀啊或者一些端洗刀 它的这个柄的外径比较大 我们的三爪夹头没有办法夹齿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运用到弹簧夹头 那这部分是比较深入 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在弹簧夹头的部分呢 它的孔径有大有小 所以我们呢就选用适合的一些 外径的一些 弹簧夹头来去夹齿它就可以了 这边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比较简单型的 那像我们在洗床上面呢 我们会运用到钻孔 那钻孔的话不外乎是需要使用钻头 那有时候你必须要钻比较精准一点的 你会用到中心钻 以及说可能你的孔径呢 需要精密度比较高的 用到脚孔刀 那甚至说有时候你需要做一些盛头孔的话 就会用盛头刀等等的 那这部分如果呢你想要更了解的话 你可以到钻头的种类认识篇 这边会有一些详细的解说 那这边呢是关于钻孔的部分 那再来呢我们会使用到的是 第一个是我们的面洗刀 那面洗刀就是在做一个 大面积的洗消加工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 以及说说端洗刀 端洗刀呢我们会运用的是 勾形的啊或是侧边的 一盒洗消的动作 或是像这种纠尾型的 要做一些特殊的孔径 好那这边呢我们认识刀具之后 等一下就会来介绍一下 我们这些刀具呢跟加工是怎么做配合的咯 那我们就先来认识一下咯 首先呢先来介绍中心钻的加工方式 那在这之前呢先来讲解一下 洗床的一些基本概念 那一般洗床上面呢一定会有一个虎钳 那我们去做弓箭的加持 在加持的时候呢 一般我们都会有平行块 那平行块的用意在于说 我们要把弓箭垫高 有时候在这个面上呢我们要做一些加工 或者是呢让它这个地方呢 等一下我们在钻孔的时候会比较轻松 或者是在做其他加工的时候可以做运用 所以平行块呢 它有高有低 我们就选用合适的来做一个加持 加持完之后呢 一般我们会有三轴 那我们在钻孔的时候运用到 Z轴这个轴 所以呢我们在其他两轴会做一些固定 固定完之后呢 我们就来开始做钻的动作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中心钻夾持在三轴夾头上面之后呢 旁边的圆孔呢 一般就是我们使用勾形扳手 去做锁紧的动作 锁紧完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做钻的动作 那钻的时候呢 我们的一般主轴 它是会做旋转的 那这边实际 让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我们当往下转的时候呢 因为前端这边呢 它的尺寸比较小 所以我们在转的时候呢 这边的精准度会比较好 那我们往下转之后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地方呢 就被转出一个孔了 那这边我用半透明 各位会比较清楚一点 像这样子 先钻出一个这样的形状 那越往下呢 它的形状就会越来越大 像这里 先钻出一个小孔出来 然后这里呢 有一个倒角的地方 会越来越大 像这里 会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从这里知道说 我们用钻头啊 要钻的时候呢 一般都是由小慢慢变大的 你不太可能一开始就用非常大的钻头 一般是很难钻 钻不太过去的 所以我们可能会用中心钻的方式呢 先钻出一个孔 然后再来再换大致一点的钻头呢 再来去钻它 那这边先让大家理解一下咯 再来介绍的是钻孔的方式 那这边来介绍的是城头钻 那在城头钻之前呢 我们看一下刀具 它是有两个尺寸的 所以我们运用在像是 城窝螺丝 我们会很常运用到这种刀具的 那关于这一块呢 我们可以到螺丝孔的认识篇 那你会有更详细的解说 会放在影片底下的说明 那这边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当我们要运用这类的城头钻的时候呢 其实呢 我们会在 弓箭的时候 预先钻出一个孔 那这个部分 一般都是使用螺丝的 所以通常都是贯穿的 那这时候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孔呢 因为我们要来做导影用的 前端的地方呢 它的孔径 可能不是那么小 如果你没有欲钻一个孔的话 一般是 不太容易钻下去的 有可能道具会崩坏 所以我们会先有一个 导影的欲钻一个孔 再来呢 这边用半透明 各位会更清楚一点 那我们直接旋转 然后呢 来做钻的动作 那这边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在前端的地方 就会慢慢的进来 进来之后呢 我们到长柄的地方 就会开始 被钻出一个这样的一个 形状的孔 那这边先钻到一半 给各位看一下 就类似这样 有一个阶级 那我们越往下呢 它的孔径就越深 像这样子 类似这样 我们就钻出了这个城头孔 所以我们的城污螺 是在所附的时候呢 头它就会沉下去 这个面就会是平整的 当然我们可以依照我们想要的尺寸呢 往下 看我们要多深 那记得我们也不会太深的 一般因为刀具呢 它的进刀量呢 有一个限制 有时候 进刀的太深 反而没办法做 有可能它这个同心度会不好 或是它的刀具可能不够长 那这边我们就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最主要我们城头钻呢 用途在这边 记得我们在弓箭呢 需要预先留一个孔来做使用的哦 接下来呢 要介绍的是面洗加工 那面洗加工 我们就用到面洗刀 所以面洗加工 一般就是我们 运用大面积在洗销的时候 假设你这个弓箭呢 它需要洗掉一个大平面的时候 我们就用面洗 那这边我们就直接来看一段动画 各位会更清楚 当我们刀具旋转的时候呢 那我们这边呢 会做一个进刀的动作 那我这边进刀到一半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我们会发现 我们在这个进刀的地方呢 会有一个圆弧 那这边是各位需要知道的 我们在洗床架工的时候 像是端洗刀 或面洗刀 我们都会发生这个情况 就会有一个圆角的存在 那这边 继续给洗销给各位看 那我们月王里面呢 它的这些圆弧都会存在 直到我们把整个面 都洗消完过去之后呢 它才会做消失的动作 这边也给我看一下 假设这边 我快要出去了 假设这样 整个都洗掉之后 那这边 那个圆弧就不见了 如果我洗到一半 还没断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圆弧还是存在的 那这边要让各位理解 在洗的时候呢 一定会有这个存在 那一般我们在做面洗就是 一般是整个大面积所有洗消 所以 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 只是在我们洗的过程 你就会看到这个圆弧会存在 那这边呢 主要 主要是这样给各位清楚一下 所以我们一般面洗呢 的方式就是这样子 再来呢 我们要介绍的是 端洗加工 那一般端洗加工呢 会用到端洗刀 我们 大多比较常看到的是 我们在洗一个沟槽的时候 或是洗剑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主轴的 升降的地方 一定要做固定 这样子端洗刀才不会跑掉 包括 我们前面所介绍的面洗 一样的道理 那我们固定完之后呢 我们要移动到一个位置 那这一轴呢 一样我们要做固定 我们再用手轮 固定在某一个位置之后 再把它固定住 所以我们会发现 我们在洗床架工的时候 三个轴里面一定会有一轴 是可动的 另外两轴固定起来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那这样子我们就要做 短洗的动作 那一样我们刀具会做旋转 那记得我们旋转的方向一定要正确 因为我们洗床的刀具呢 它都是固定一个方向 也有切消能力的 如果呢 你的主轴转做方向 那你的洗刀可能直接做崩坏 那我们直接做洗的动作 这样子 假设我们浸刀进来之后 它就会有一个圆舞存在 这是我们在洗床 无法避免的 假设你这个地方呢 是要做 洗剑草的动作 那你可能只有到一半的地方 假设到这里 那洗完之后呢 这前段一定会有一个圆虎 所以我们在配合的剑草呢 会用 单元件 或是双元件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做组装 那这部分 如果你对于剑草呢 有兴趣的 你可以到 箭与剑草的认识篇 这边会有更详细的说明 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 有时候我们在洗床加工呢 它就是 没有办法避免这个圆虎 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要注意 你这个地方如果你化成直角呢 那这个洗床加工是没有办法做的 假设对于 你的设计是没有影响 那何不把它换成圆角 这样子呢 加工会更轻松的 或者是说我们是要整个勾都洗掉 要变成勾草 你可能要做吉他用途用的 像这样子 洗一个勾掉 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的 那这边呢 让各位去理解一下 接下来呢 要介绍的是 揪尾草的加工 那揪尾草是非常经典的加工之一 那我们呢 是在什么地方会看到揪尾草呢 好像是车床 我们在富士刀做的地方呢 我们就会看到揪尾草 那这边呢 我们就是需要使用揪尾草 来做一个加工 那跟我们刚才所介绍的端洗刀是非常类似的 所以一样 我们刀具旋转的时候呢 直接做进击的动作 那我们直接进刀 那进刀的时候 进来之后 它就会直接 洗出这个 形状出来 一个揪尾形状 那这边呢 把它变成半透明 让各位知道一下 所以 它一样在前端会有一个圆弧 那一般我们在做揪尾呢 都是做 贯通型的 所以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 我们就是从头到尾都要把它洗消掉 像这样子 慢慢的把它洗掉 里面都有一个勾 直接洗消完之后呢 这圆弧就消失了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揪尾的形状 那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去用一些搭配 跟运用 那这边 让各位去理解一下 揪尾道的运用 以及揪尾 会运用在什么地方的场合咯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梯槽加工 那梯槽加工 我们要运用的就是梯形刀 那这里梯槽 我们在什么地方会运用到呢 其实在很多的加工机 我们都会看到 像洗床 我们就会运用到梯形槽 那梯形槽一般都是运用在 要固定一些弓箭的时候 我们里面可能会放一些特殊的螺帽 然后来做一些固定 甚至有一些是在做简单字句的 或是特殊字句也会运用这种梯形刀 然后的梯形槽 所以梯形槽 运用是非常广泛的 那我们就直接来介绍一下 那一般梯形槽呢 它有切削能力的地方 就是在踢这个地方的刀具 所以呢 这个梯形槽的直线端呢 是没有切削能力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一般呢 就会先 预作一个草 我们用端洗刀 先洗出这个钩出来 然后记得 这个钩呢 一定要比我们的刀具 这个地方的柄呢 还要大 这样子我们在做 加工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才不会干涉 才不会出问题 所以我们就直接来做一个 示意的动画 那我们当 我们进来之后呢 梯形刀 就会做出这个 梯形槽的底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看到 梯形槽呢 它在加工的地方 就是只有底部这里 上面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预先用端洗刀 洗出这个形状 所以梯形槽这个梯呢 我们是运用两种刀具 两次的制程 把它做出来的 那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它前端一样 会有一个圆弧 那我们就是在 进刀的时候呢 在还没有全部都 洗过去的时候 一定会有个圆弧存在 像这样子 那我们就慢慢的 进刀 看一下动画的状况 像这样子 那当我们全部都 贯通过去之后呢 这个梯形槽 就会被我们加工完成 像这样子 那这边呢 让大家来 理解一下梯形槽 它的运用的方式 以及说 梯形槽呢 是哪一个地方要做加工 我们要记得 这个地方呢 要先用端洗槽 洗出这个形状 最后呢 来总结一下 车床的刀具认识篇 那这边呢 所介绍的是 我们从加工角度来认识一下 洗刀 或是刀具 以及它的加工呢 是运用在什么场合 那其实里面呢 还有相当多的 进阶的部分呢 是没有介绍到的 像是我们在 钻头的部分呢 我们要控制转速 一般我们越小的钻头呢 转速要越快 越大的钻头呢 相对转速要越慢 所以这部分呢 让大家理解一下 以及说 我们有时候呢 在运用进刀的时候 一样会有一定的限制量 像是端洗刀 你的进刀量需要多少呢 一般如果你进刀的太大呢 震动太大 是可能洗销的能力是不好的 或者是说 洗刀会崩坏 以及说面洗等等的 一样会有一些 进刀量的限制 那这边我们是需要去注意的 以及说 当我们在使用 洗床的时候呢 其实跟车床是类似的 我们的安全守折要注意 第一个 我们呢 不要穿长袖 然后再来 不要戴手套 以及不要 带领带 这三个都相当危险的 因为呢 一样我们在主轴会做高速的旋转 虽然它的转速是没有车床那么恐怖那么快的 它的夹头也没有车床那么大 相对的危险性会稍微低一点 但是一样 安全的部分我们一样要注意 因为它的主轴会一直做 无限的一个旋转的动作 所以当我们有东西卷进去 一样会发生一些危险的 所以记得我们安全守折是不能忽略的 那今天的教学呢 就到这边为止了 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 拜拜